这些小丧尸别以为战争人多就敢包围一个身法哥 先回头一刀横皮再跳过来 砍肥的 挠了我九百血还想跑 赶紧过来补刀 赶紧再跳回前面的木板 这也太舒服了吧 大家好 我是物刺一 本期视频继续来突变团间修一下身法 有我在 没意外 A点固若金汤 可不是啊 完了 赶紧跑 一个小丧尸超级跳就把这个点破了 难以置信啊 在这边观望下 上面还有一个赖着不走的 A点是没戏了 赶紧滑场溜走 队友还在这边看戏 那你看戏我就变身了 大家注意屏幕正上方 现在只有紫衣一个突变猎手 而对面是有十四只小丧尸 因为十四想赢的话 那只能靠操作 也就是身法 这肥仔第一时间想过来跟我单挑 站在没雪 跳过来捕刀 有没有发现前面有个小兄弟原地不动在看戏 赶紧过来奖励他一刀横披 我站在这个箱子上疯狂挥刀 你们拿我怎么样 一些想象师居然还能够挠到我 但一旦挠到我 我的刀也是能够劈到你的呀 跟我换雪 我肯定是不亏 我有四千 现在独卷已经缩过来 直接跟他下去 来波硬砍 主要是时间也不多了 回头捏着攻击键 时间虽然不够了 还是砍掉了两个 第一轮我们超神十连击 因为十四拿下了十个击杀 还算不错的呀 下一轮子一就准备全地图跑酷 有几只丧尸是发现我的 可能觉得我身法有点好 就准备先过来挠我 逆向思维 回头跑 斜跳 斜跳 刚想跳到前面的平台继续秀他们 结果我就变身了 我们直接过来 刚刚是谁追我呢 吓得我一身冷汗呐 生法哥其实也是很害怕的 很怕操作失误被大家喷呐 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小丧师过来送 记住啊 突变猎手 只有群殴才能打过 除非你技术特别特别好 对吧 我能够单挑 哪位老弟这么厉害 可以评论区留言让我见识见识 前面有个小兄弟好像又在看戏 看他的ID好像有点眼熟 是不是第一把被我劈死的那个倒霉倒霉呀 前面还有一只挂机的 一个不留 大家觉得这期突变团经秀不秀呢 觉得秀的话 记得发送一个秀在评论区里支持一下 同时也可以来帮我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肯定更精彩 这个肥仔跑不了 别忘了加油 下期视频啊 garde回来 请不吝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赞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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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